中共发布2023中央一号文件要抓紧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文产保供 请问七哥粮食安全对中共统治的影响有多大 共产党控制了你的钱控制了你的言论 再控制你的饭碗就控制了你的命 当年毛泽东跟张一凤在一起 当时要搞那些彭德怀呀朱德呀林彪的时候 他老是私下里边就给中文来说 要管好粮食啊粮食要管好啊要管好锅呀 做饭那个国不是郭文贵 如果那时候我诞生共产党他就不会活到今天 后来我问张一凤 为什么他老关于这事啊 他说中国人没有人去了解 你发现吗毛泽东当时不管军队了他管粮食 他不管军队了他管宣传口 你见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所谓的放权了 所谓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是不主政了 后来就所谓的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林彪刘少奇要串权 但是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没放开粮食 还有笔杆子也就是宣传口 一半宣传口他控制了 粮食是必须他指定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周恩来呀 林彪刘少奇想造反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习近平很聪明 你看看中国的粮食 习近平上来以后关于粮食的讲话都是什么话 签到中央电视台 一切听党的 一切都听习主席的 听习太阳的 还有他习爹的 然后习近平就发布管粮食 管餐桌 很大 中国人呢 你把他脑给他洗完了 把钱包给他管住了 你得管住他这嘴吃饭 你让他学狗叫学狗叫 又让他学猪叫 学猪叫 你让他决定他的绝出来 这个民族已经完全被奴化了 毛泽东当时控制共产党 就是发粮票 发邮票 不就这么简单的鸟事吗 然后发那几十块 三十多块钱的工资吗